再说另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香港的国民教育 让大家看看 国民教育也是要切实去推行的 有两个官员比较重要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他早前说一定要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情怀 建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守法意识 让学生成为据国家观念尊重法治守法的良好公民 所以政府支援学校推动相关方面的教育 除了更新课程指引之外 就会有一些具体措施包括编导教学有关的资源 以及提供教师培训等等 李家超司长认为政府需要努力和市民沟通 特别是重视青年人的发展 也会主动接触青年人和他们交换意见 了解他们的想法 希望可以将青年导向正向思维 另外有什么行动呢? 其实是有的 首先就是7月底的时候 7月底的时候浸大率先公布 在新学年9月 本科生必须修读国安教育的课程 虽然是不计计学分 但是有评估计分 要完成课程才可以毕业 课程涉及网络、环境安全和公共卫生等等的范畴 接着就是理工大学和领南大学 亦都宣布分别宣布 新学年也会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课程 理大就说 课程涵盖保障国家安全的不同议题和相关的法律知识 至于这个是国安教育的 将会设定为大学一年级的本科生必修课题 领大就说 在新学年就会通过共同核心课程 综合学习课程和研讨会 讲座等等 介绍国家和香港的发展 当然是包括国家安全议题 最新的一个公布就是9月 9月中 其实这个我也觉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我们很关心的香港教育大学 就是 如果这么多家大学都说 推行国家安全教育和国安法教育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最先推行 应该先一步就是香港教育大学 因为他们牵涉是教我们的未来的教师 那就 较大终于公布了 就是 今个学年就将国安法和国家安全教育 列入必修的通识课程 以研讨会讲座等等方式是教授 主修教育的学生会透过必修科目 了解教师的专业操守 私德和国家安全教育在学校的推行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其实你也回应教育局局长 就是说 杨永雄呢 在今年三月那时已经表示 就是说 就是和八家资助大学 商讨国安的工作细节 预计就是2021-2022年学年 大学的课程 场地管理和私针行为管理安排上 会有改变,配合国安教育 但是三月那时 有八个大学 八个资助大学都在谈 但是到现在 暂时只有理大 领大 教大 和浸大 四间 其他那些去哪呢 我就这么想 港大、中大、科大、成大 这几间你都要加紧些 做些功夫 对吧 除了这些八大之外 书人大学 恒生商学院 以前叫做香港公开大学 现在叫做香港都会大学 是不是都要加紧去做呢 甚至乎一些专业的训练学校 比如说护士训练学校 是不是都应该去做呢 我希望可以涵盖到这些学校 另外就是 中小学 幼儿教育方面 其实呢 就已经 密罗紧固了 那么 国家安全教育 已经立入了香港中小学课程 早前呢 已经公布了香港 国家安全教育 课程的框架 还有呢 也有相关的一些有升溃本啊 可以帮助中小学去教授的 另外幼儿园方面也是呢 也都开始做功夫了 幼儿园也都有津贴去买国旗 以及可以设立一些可移动式的旗杆 可以在校内呢 作为升卦国旗 以及举行升国旗的仪式 这样 帮助幼儿园学生呢 培养国民身份认同 以及提高国家民族意识 这样 好了 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谈 国民教育呢 现在呢 开始推展 也都如火如荼 但是也都希望呢 其他未曾公布搞国民教育的大学 包括港大中大、科大、城大、树人大学、恒生商学院 香港都会大学 都快快手手 麻烦 好了 加紧了 好了 接着呢 我就想说说另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近日呢 都可以说 掀起 大众的眼球 这个组织叫做 延学施政 延学施政 那为什么它会掀起眼球呢 因为 就是 过去几天 警方拘捕了他 一共前后 拘捕了四个骨抗的成员 那 就 分别是 包括这个召集人 王逸戰 秘书长 陈子森 前发言人 朱慧盈 还有这个最新的是 刚刚是拘捕了 另外一个 现在的发言人 一位叫做 张元霖 张元霖 那 为什么跟大家说呢 第一 这个组织很特别 怎样特别化呢 就是 它成立 只是 不是很久 就是2020年5月26日才成立 成立了之后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 已经是有国安法去 真的设立了 其实它5月26日成立的时候 当时已经 开了 吹了风 就会成立国安法 它依然是成立 这个真是奇怪了 很多人在7月1日就已经收工了 退出 退出组织 或者结出组织 它是5月26日才成立 还有就是 成立了之后 它还在国安法实施之后 就还在 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在10月的时候 即2020年10月 10月10日 在香港不同地方 举办了 为期三个星期的 反送中 摄影相展 就像这些 摆街站 摆街站 摆摄影 展览 就是说展览历史 但是你看到它写的 写着什么 天灭中共 接着呢 Stand with Thailand 初心 不变 就是 10月还在说这些 都很离谱 好了 到12月13日 即去年12月13日 这个组织呼吁 帮在囚人士 收集肉中物资 一小时之内 就收集了40袋 就是这么说 收集 肉中物资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能送到肉中 说真的 就是有限制 收集了这么多物资 是干什么呢 另外 接着 警方的国安 国家安全署人员 就开始 就留意这个组织 还有呢 也是曾经警告过他们 是有机会触犯国安法的 但是呢 他们都依然在 比如这个网上 Facebook 依然是散布一些 是 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不断在社交平台发表 涉及这些言论 就是 警方国家安全署高级警司 李桂华就说 他们 在 成立之后 在国安法 之后不断散布言论 一共摆设了 41次街站 就发放了大量 煽动仇恨政府 以及 不服从法律 以及煽动颠覆政权的讯息 那样 李桂华警司就说 就是 这个组织还公开呼吁 大家不要用安心出行 还有呢 使用假资料去填寫 这个 那些安心出行的登记表 就是 如果你不 不装 填表的时候 填假资料 那也都曾经指出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是民族信念 就不是一个口号 那 还有就说 下一个抗争 可能是战争或者革命 那 呼吁大家要装备好心态和技能 以及建议 大家去习武 唸武 他说 当革命的时候 要全民勇武抗争 这个 其实也挺离谱的 就是 这个组织是 在国安法成立之后 还在发布这样的言论 所以 日前 就拘捕了 刚才我所说的那四个人 那 这里 这里是 其中 三位 这位 就是 召集人 王逸戰 王逸戰 很年轻的人 二十岁 他在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在四川 即是在四川来香港 他在四川出生 小学五年级来香港 突然间在二零一九年 反修例运动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就 中了什么邪 好像 他就在东涌 色诗园 可遇小学 可遇中学 略业 又是色诗园 大家知道 色诗园 可立小学 曾经也是出过教师 就是 歪曲 这个 鸭片战争的史实 那 右边这位 叫做 朱慧盈 他是浸大 文学院一零级 也是很年轻 十八岁 左边这位 叫做 王子 王子 心 也是 二十岁 其实王逸戰和王子心都是 读完中学之后 就失了学 接着上不了大学 也没有工作 但是有人给钱 他们在工厂大学租单位 接着也不需要工作 可以天天在工厂大学 睡得很晚 这是《文匯报》 大公报揭发的 睡得很晚 接着就会 出来搞活动 不知道为什么有钱支持 而且不用工作 这就是 这个组织的 比较奇怪的事情 还有一位 就刚刚抓了 叫做 王元林 这位女士 也是很年轻 十八九岁 读完书 没有工作 但是 主要是这四位 就抓了 我看到这个组织 第一 我想说 这个组织 很奇怪 禁止 都还是坚持去成立 接着 国安法 新效了 还是去 坚持自己的所谓理想 以及 也都是 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上班 就可以有钱去生活 有钱租工厂大厦 有钱去继续摆街站 宣承 宣承 他们的理念 也都是 可以说是歪理 譬如 举个例子 朱卫盈曾经说过 他说 香港是 中国的殖民地 另外他的召集人 王日战 他说 他承计组织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不断地 测试红线 他说 想测试红线 现在我相信他知道红线在哪里 因为 就是 刚刚 他已经被 国安署 这四位 人士都已经被抓了 可见 他已经过了火 也是涉嫌 触犯了 国安法 我也在这里 说一说 这个组织 是挺特别 以及 就是 也是想带出一些东西 就是说 其实有些年轻人 都真的挺迷失 究竟他们是 在过去 接受了什么教育 怎么会被人洗脑 洗成这样 也可以说是挺悲哀的 现在就进入司法程序 他们就 还额当中 审讯就迟些会开始 即管看看结果是怎样